我觉得这个老师非常的公正 这个茶叶不是他们家的 看他现在有的是可以的 对 我们刚刚喝了肉桂 我们想把您的茶茶水仙 这个是大盐的大盐 大盐的水仙在店里边 如果做销售的话 售卖一般是多少 1900吧 1900那一泡 你们的水仙一般都是 50到80 那您帮我们品鉴一下 您觉得这款茶会怎么办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如果我跟您说 我这儿有大盐的茶叶 品质也还不错 一包也就是所谓的一泡 一包9块9 您会觉得很离谱 或者是铁定就能断定它是假的吗 不会啊 因为你一泡的话是8克9块钱的话 那一斤的话差不多是有60包 60包的话那就是 大概四五百块钱一斤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您接受的 嗯 它俩的茶汤 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它呢 它的杯纹会更轻 这个杯纹会更足 我真的爱喝水仙 一泡我就能感受水仙的香气 爱喝奶茶的 喜欢那种煉乳香的奶香的 尽管我们直播间 雪片鸭屎香那一挂的朋友们 你会爱喝这个的 我也肯定爱喝这个 您记得哪个好 我会更喜欢水 水是啥意思 就是这个茶汤的这个 汁感 汤感 对 如果喜欢香气的 可能会喜欢这一点 如果喜欢水感的 就会喜欢这一点 对对对对 我可以这么理解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 我们半盐的水仙 大概是在50块钱左右一泡 我觉得这两块 有没有拿到几个线 或者几个线以上 这个的话 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 这个半盐50块钱左右 算价吧 这个价位 两包都是吗 差不多 大五多 因为它各有青秋 最后有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 购买8块钱 对 这个是卖5块钱左右一包 这个便宜一点 这个是老头一点 但是它是整装 我们是这个必须整装去买 一斤 我们这个可以单泡去买 所以它区别在这儿 两款咋的点不一样 我们认一下老师 我们去喝一个 盐茶的入门级别 我喝这一款 是可以的吗 就是它别把那个 滋味给带淘 是正宗的吗 对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 入门级开始喝水仙的话 其实这个口感就挺合适的 它的一个水也是比较浓的 然后带有这种水仙的 一个特征 兰花香 然后呢 我们刚才喝第一包的时候 它的一个 蛋蛋的奶香也是有的 其实刚刚开始接触 喝盐茶的这种茶客的话 会比较喜欢这一款 我觉得这个老师非常的公正 这个茶也不是他们家的 那他人觉得是可以的 对 那像这个的话 就是会比较喜欢 适合那种 经常喝茶的这种茶友了 对 因为它的一个口感 会更厚重一些 它的水也会更厚 然后它的白火工艺 也会更重一点 如果是新茶客 然后平时爱喝 比较轻盈一点的茶 你可以选这个 但是如果你是老茶客 但是平时也爱喝轻盈一点的 你也可以选这个 但是如果你是老茶客 喝盐茶喝了很多 口感比较重的 你就不要考虑这个了 直接选这个 就是他们俩从性格比上去 都没问题 对 就是我们既然来到五一山 溯源证明 就是你喝到的 肯定是纯正的口感 滋味 不会说喝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一些茶叶 导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